陸媒第一財經報導 截至4月3日 中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中 有27個公布了常住人口數字 其中23個同時公布人口出生數字 數據顯示 這23個省級行政區中 河北、江蘇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重慶、內蒙古 上海、黑龍江等9個行政區 人口出現了自然減少 其中 黑龍江減少了5.11% 居冠重慶減少了1.55% 排第二 在這9個省級行政區中 江蘇、湖北、湖南、內蒙古、山西 2020年的人口自然成長率還是正值的 今年1月17日 中共統計局宣稱 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萬 人口出生率跌至7.52% 該出生率創下中共洩政以來最低紀錄 統計局還說 2021年的總人口是14億1260萬 僅比2020年增加48萬 但中共統計數字已造假注稱 輿論質疑2021年 中國總人口已開始下降 1月24日 中共公安部公布的 2021年全國聲明報告中提到 2021年出生 並已到公安機關進行活殖登記的新生嬰兒 一共有887.3萬 該數字 低於中共統計局公布的 2021年出生1062萬 少了16% 去年 中共推遲了個多月才公布 2020年第7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就曾經引起外界 對中國人口是否不增反減的揣測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默迪遜分校的中國人口統計專家 亦富然甚至估計 中國人口自2018年以來 一直在減少 而不是增加 中國的人口危機 引發人們對經濟增長放緩 就業人口減少 和人口老齡化的擔憂 親民和人口 開口 開口